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申冤吗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给他们申冤了 路加福音十八章六到八节 神的时候是不能听我们指挥的 如果第一次挤不出碎石的火 你就当再挤一次 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不一定照我们所指定的时候答应我们 我们寻找他 他必向我们显现 不过 不一定照我们所希望 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在碎石时代 我们想取得火 必须一击再寄 几十次 才能得到 只要能得到 就已经满心感激了 对于鼠天的事情 我们也要这样坚韧 鼠天的事情 比基石取火更有成功的把握 因为我们后面站着 神的应许 亲爱的朋友 不要绝望 神赐怜悯的时候快到了 你当用不移的信心呼求 不要因为主的耽搁 停止呼吁 再寄一次碎石吧 这一策 你就会得到了 我不相信在神国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事情 用正当的灵所献上的正当的祷告 永远不得着答应